又又又,大家好,欢迎回到我的教学频道,我是Noel Wong 今天我们依然继续单元六空间 我们将要学习的题目呢,就是体积 那大家知道什么是体积吗? 体积呢,就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那我们来看,正方体和长方体 它说的体积呢,就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就是这个正方体和长方体的里面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体积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计算体积呢? 体积的formula呢,就是长乘宽乘高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正方体长乘宽乘高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正方体它长是5CM 宽是5CM 高也是5CM 那么体积呢,就等于长乘宽乘高 就等于5CM乘5CM乘5CM乘5CM 那么5CM乘5CM乘5CM乘5CM呢,就等于125CM 对,这个是4CM乘5CM乘5CM乘5CM呢,这个我们要读着 就是长乘宽乘高 好 比如说长就是10m 乘宽 5m 然后再乘高 6m 10m乘5m乘6m 就等于300m 这个是什么 cubic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meter 它不是centimeter 所以它的读法又不一样了 这个叫做立方米 cubic meter 好 我们看第三个例子 这个长方体呢 它的长度呢 就是8cm 宽4cm 高4cm 那么体积呢 就等于8cm乘4cm 乘4cm 就等于128cm cubic 这个叫做立方厘米 cubic cm d meter 好 今天的教学影片呢 就是那么简单而已 那老师也准备了一份联系 只需要点击以下的google form 就可以做了 那么如果大家都喜欢老师的教学频道呢 那请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然后也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